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号在人民大会堂 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共同主持第14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表示 近年来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 中欧关系总体平稳向前发展 双方从战略高度更加重视沟通与合作 利益融合日益紧密 贸易和投资大幅增长 科技能源环保金融人们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题上 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强 扩大了共识维护了共同利益 温家宝指出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扩大 各国加快自身改革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成为时代潮流 中欧要更加深入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以创新开放的思维扩大务实合作 共同致力于营造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 推动全球战略格局继续向着多极均衡稳定方向发展 温家宝提出 中欧要共同努力扩大相互投资 尽早启动投资协定谈判 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 充分开发市场潜力 妥善处理分歧 争取共赢局面 加强科研和创新合作 带动结构调整和产业进步 深化能源和环保领域合作 推进中欧城镇化合作 以建立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和举办中欧文化对话年活动为契机 加强人文交流 温家宝表示 中国支持欧方应对债务问题的意愿 是真诚的坚定的 以做好了加大参与解决欧债问题力度的准备 中方支持欧盟加强财政纪律 希望欧方向外界继续传递明确有利的积极信息 并为中欧深化金融合作 营造积极有利的环境 欧方表示 欧中建立前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对话交流不断加强 在国际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面对共同挑战 欧中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 正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 欧中关系有着巨大发展空间 欧中是战略伙伴和朋友 不是对手 欧方主张 面向未来 摒弃零和游戏 增进互信 实现双赢 愿与中方扩大贸易 投资 科技能源 环保人文等领域合作 推动欧中关系 更上一层楼 欧方表示 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机构 正积极应对欧债危机 争取通过改革调整 加强机制建设 加大资金投入等措施 保持欧元区财政稳定 欧方感谢中方的支持 欢迎中方 继续积极参与应对工作 欧方愿与中方加强合作 增强市场信心 促进经济增长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热点问题 交换了意见 会晤后双方领导人共同会见了记者 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